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演习 歼11不尽人意 惊出中共一身冷汗 台湾大选前 中共放话 不要越红线 台海风险仍在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一名清华副教授为了说服学生 中国有言论自由 特意到北京敏感地带四通桥拍照 结果去挨了党的铁拳 被警察登记 这行为招来网友热议 1月8日 新闻调查在X平台贴出四张截图 一张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蔡万焕的真实履历 另外三张图片是相关聊天群截图 从截图的聊天记录显示 夜3日当天 有知情人士披露 蔡万焕太离谱了 他上中特课 中共政治课 给学生讲中国的言论自由 有同学说 他去四通桥拍了张照片 结果被警察给抓了 但蔡万焕不信 说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干 结果今天自己去四通桥拍照片 也被警察给登记了 聊天截图中显示 有人回应说 是应该让马焕老师们都去调研一下人间的几股 看一下啥是中国特色 这个爆料也引来网友的热议 一辈子学习与工作 原来只是一个谎言 这个老师会像楚门的世界一样崩溃掉 有人指出 铁拳不打到自己身上 总是吆喝别人 造谣抹黑 拿出证据 也要极力维护掩饰 真正打到自己了 就直接破防了 用现实经历给自己上了真正的思政课 感受了下党的小小铁拳 也有人质疑 这个盲目相信中共的副教授说 看到他是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了吗 最近小清新 有什么奇怪的 奇怪的是 都考上清华了 学这个专业的人到底是什么脑子 日前 几名退役的士兵揭露中共军队腐败的内幕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清洗 导致他和将军们产生了对立 中国军方持续移动 引发各界关注 继火箭军高层被习近平一锅端以后 军队总装备部也有多个军官落马 中共免去了9名高级军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并且撤销了3个军工企业高管的政协委员职务 这反映出中共军队对习近平并不忠诚 而且腐败 离尽不止 对此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业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表示 一党独裁是没有办法根绝贪腐的 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整肃了大批官员 但是贪腐问题确实越捅越大 苏紫云表示 反贪是重中之重 没错 可习近平用的是无效的做法 就是越反贪腐 共产党执政根基就越弱 中共军队也是一样 越反贪腐 军队就会越反习近平 因为他不得人心 无法公平去处理这些事物 就等于是自掘坟墓 从中共军队退役的人士亨特里 也向大纪元披露出很多内幕 他说 中共军队兵源素质比较低 很多都是农村兵 这有点能力的 谁会去当兵 当兵只是为了吃粮和镀金 当几年兵后分配一个工作 他指出 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都是不得已去卖命的 退役女兵白女士表示 部队的腐败是普遍性的 转时官一期多少钱 二期多少钱 三期多少钱 如果是从军校毕业后不想做技术的 改做正工还要再花多少钱 然后是连长 营长给多少钱 营长再提团付要给多少钱 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他披露说 当女兵都是要钱的 二十多万人民币吧 白女士直言 中共部队真的没有任何优点 到处都是腐败 连我们的伙食费都可扣 亨德里披露说 中共指挥系统效率是比较低级的 他们当时在联队里战术比较落后 基本上合成演练的时候很少 一般情况下都是单兵技术 他说 可能两三年演习一次 其实都是假把式 领导来看一下就行了 差不多就能过关 装甲车里剩的油都是要卖的 很腐败 军队腐败现象出没惊心 习近平还在持续整肃军队 这对他自己来说也带有不利因素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 在X平台表示 习近平的反腐的确导致他和将军们的对立 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 只有改变体制才能有效反腐 而在这个体制上反腐 就是与中共体制对抗 结果还是一头包 亨特里表示 军队士兵们也是普通人的一部分 也并不是真心的对党忠诚 参加过8964屠杀 而得到中共嘉奖的士兵 在调离部队时 都主动把嘉奖令拿出来 全部销毁 他不想要 希望更多人明白 跟共产党走 绝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中共中美大使谢丰 日前对美国释放友好信号 说软话 有分析指出 随着美国业家认清中共 弄夫与蛇的故事 很难再重演 1月9号 中共中美大使谢丰 在美国卡特中心 纪念中美建交 45周年的研讨会上演讲 一改往日战狼风格 罕见示弱说 中美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双方注定迎头相撞 他还强调说 贵国竞争应是田径赛 而非拳击赛 中共一些官媒和大外宣 应这句话作为新闻标题 有分析指出 谢丰作为中美大使 公开说出这番话 应该是转达主字 习近平的意思 否则 他绝不敢在中美建交 45周年研讨会上 说出一改中共战狼风格的言论 在中二十大报告当中 习近平不仅高喊 要发扬斗争精神 展示所谓的 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 还说不信邪 不怕鬼 迎难而上 并用权力战胜 依靠顽强斗争 等充满党文化的斗争 和浮夸语气 但中国二十大才过去一年多 中共就一改 务必敢于斗争的腔调 而是与美国谈起了什么 管控矛盾分歧 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 聚焦共同利益 让对话合作成为主基调 口风大变的原因 无外乎中共在事实面前 不得不低头了 中共火箭军内部的机密资料 被美国详细公布于世 外界一直关注 中共又秘密兴建了 多少个导弹发射井 结果近期 美美又曝光说 中共一向引以为傲的导弹里面 竟然加了水 很多导弹发射井井盖都打不开 严重影响导弹发射 习近平在军中反腐 结果发现腐败现象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真实军力已经被外界看穿 就只能选择向美国示好了 但美国政坛对中共的司马昭之心 已经十分了解了 更不可能因为 中共的意识放下身段 就再次上当 所以可以看出 中共想再上演 农夫于蛇的故事 就不那么好忽悠人了 中泰两国空军在2015年的一场演习 让中共的殲-11实际作战能力暴露无遗 惊出中共一身冷汗 1月8日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刊登由苏丘撰写的报道 在2019年披露出 于2015年首届举行的中泰两国 英机2015演习内容 其中中共的殲-11战机 表现得差强人意 据台媒上报引述报道指出 泰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驾驶的是由瑞典制造的 JS-39战机 在演习中 以损失9架JS-39战机代价 才4天 就模拟击落总共41架中共殲-11战机 而且 在19英里以上的距离之外 还对中共军机 造成88%的杀伤率 而中共的殲-11 在同等距离的杀伤率 只有14% 泰国方面 JS-39战机 更是在超过31英里外 模拟击落10架殲-11战机 而殲-11在超过31英里外 没有击落泰国的任何一架 JS-39战机 报道认为 2015年举行的 英机2015演习结果显示 中国飞行员 在回应超视距 飞弹射击经验方面 根本就没有相应的应对经验 也不知道要对不同射程 外袭来的飞弹 采用什么样的规避动作 而且 共军短板 还有很多 据航空国际新闻报道 虽然中共殲-11配备的是NIP-N001改良型雷达 但问题是 该雷达有效探测距离 只有120公里 而JS-39战机的PS-05A雷达 有效探测距离 就能达到160公里 虽然两款战机都能发射 主动导引中程空对空飞弹 但殲-11一次只能发射一枚 射程为50公里的R-77 而JS-39再一次就能发射4枚射程 可达到80公里的AIM-120 中共空军军官披露 提行较大的殲-11雷达 继续也大得多 更容易被发现锁定 中共在台湾大选前向美国放话说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 有分析指出 台海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台湾大选在即 全球有上百家媒体 都派出记者到台湾观选 英国《卫报》驻中国记者分析说 台湾虽然小 但本次总统大选结果 对世界局势影响会很深远 因为本次选出的台湾总统 将在未来多年 为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定调 该记者也认为 直到今年11月 美国大选的结果出炉前 美中两国关系都不会太稳固 1月10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 被外界认为 可能出任中共新外长的 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率团访美 1月9日 刘建超在一场研讨会上 公开向华盛顿喊话说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 遇过红线 刘建超也强调说 中共没有寻求重塑全球秩序 而是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刘建超的这番 一反中共战狼风格的言论 也和欧亚集团总裁 兼创办人 伊恩·布雷默 早前对中共 在2024年的表现 预测的相一致 布雷默曾说 中共因经济面临严禁挑战 而发起的魅力外交攻势 很可能在2024年持续下去 但这只是中共的战术性退让 并不能真正反映出 习近平改变了初衷 华盛顿智库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政策专家 甘思德认为 中共对台湾大选的结果 虎视眈眈 虽然台海两岸 暂时还没有发生冲突的风险 但仍需要高度警惕 美国编夕法尼亚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杰表示 中共对台动武的触发因素 仍然存在 尤其是当中共发现 和平统一的想法无望 动武力就会成为中共 实现统一台湾目标的 唯一途径了 再加上 中共采取行动的机会之窗 也正在关闭 因此台海危机或许将要发生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